使用酵素清潔液 郭美蓉把军箱擦拭一遍 回想第一次来到陈先生家中 凌乱的场景 让他很是印象深刻 很久没闻到这种味道 让我这么难受了 我就快走到外面 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之后 然后再回过神 再进来 一年前陈太太检查出患有卵巢癌 两个月前又被车撞 而陈先生自己本身又患有 罕见疾病 手指头都不能碰东西的 碰水什么都会痛 得到了一个罕见疾病 所以更让我听了更加要去 怎么样给他师傅说的 给案子有一个温度的 感觉的一个关怀 花了三个多小时 随志工为陈家人 整理出舒适的环境 过程中志工们满心欢喜 陈家人欢喜迎新家 用双喜祝福这家人 大爱新闻 这三美志工 吴淑丽 黄志芳 下一报导